好那这一场遇到的是 逆命跟 维克特 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是把 这三张可以留着 这三张 然后这个心户壁垒也换掉 还可以啦 只是没有地标就有点可惜 我们先出个老蝎 老蝎 然后等等第二回合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出章鱼了 那就是比较怕说他如果说有出那个 像是 可以直接造成敌方四龙单位或英雄牌 攻击的那种法术牌 这边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结束回合 这边我们先出 我先进攻啦 我们先进攻 我们来试试看测一下 诶他没有牌是不是 那这如果他如果有出那个 法术 这边应该可以换掉他的法术牌一点 就是这种死亡 死亡射线 是维克特的这个技能是不是 好的好的 那等等我们的这个老蝎也许会被打下来了 那没关系啦我们这边还有一张 张女 只是刚刚那边我觉得有点可惜就对了 那边真的蛮可惜的 好这边先出个索拉卡 好结束回合 这边我们再出个 我们这边先进攻直接进攻好了 这边先让这个索拉卡稍微叠一下 好的 好的 他出那张 他出那张 那我们再出个章鱼 不是章鱼 出个算命师 算命一下 来算命一下 诶没有东西 没有心拳 没有心拳的话就很难做事啊 我觉得 我发现现在啊没有心拳真的很难做事啊 真的很难 这边 红牌吗 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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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的 红牌而已吧 红牌 哈哈哈哈 我做分歧之路 我们把那个 那个地标给抽出来 我的心拳呢 心拳 这什么 3点 没事没事 我这边还有 还有这个耶 我们还有回补呢 呵呵呵呵 3点 还行啊 还行 我们还扛得住呢 他这边等等下一回合应该就可以直接让那个 让这索拉卡升级了 他这边他这边不进攻 为什么 那不进攻 没关系 没关系 没有关系 好我们这边先出一个章鱼好了 这边 诶 对我们这边先出个章鱼 我要去抓他的这个 匿命啊 如果他 他不出法术牌的话 如果他不出法术牌的话 那我们去抓他的匿命 诶 诶 好的好的 哈哈 我在抓他的匿命 好 这边 这边 还行 这波换血还算满意 我很满意 好 那这里的话我们再出一个老蝎 再出个老蝎 结束回合 这边我们再拉一次 再把这个血量给拉上来 好 索拉卡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这边我觉得这个群岩导师啊 等等可以出一下 这群岩导师 这群岩导师 除非他进攻 他进攻的话 我们可以换掉一张 不然的话 我是觉得可以不用到 抵挡 因为他也不会进攻 他也知道如果进攻的话 我们可以一直补血 这样子 对 他也是 他可能也是怕这样子 他可能也是怕我们一直补血吧 那这里我们放个这个 我们再抓这个 我们再抓这个 不用了 不用不用 我们直接抓 抓这张好了 抓这张 去上 他没有回到是不是 对不起各位我的失误好不好 对不起 这边我的失误很严重 其实我应该 我应该加个勒索 勒索然后 去打 去让这个 老蝎去承受伤害了 我两点 我这边直接被换掉 我这边直接被换掉一波 一波的这个血量 而且他还有浪潮 他有带浪潮 是吗 那个是浪潮吗 浪起 浪起 我这里 我到底在做什么事呢 我到底在干嘛 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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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在干嘛 对不起各位 对不起 最近 过年真的是 整个 整个 哎 哎 过年了 但是 有错就是怪在过年了 哈哈哈哈 有错就是怪在过年了 哈哈哈哈 对不起 对不起各位 我很烂 我很烂 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很烂 我打错了好不好 各位 我刚刚应该丢这张勒索啊 去抓这张啊 我怎么会这样子 哇 我好自责哦 我怎么会这样子 还是没有关系啊 这副牌容错率 嗯 应该算高 高吗 算高吗 各位 应该算高啦 我觉得他容错率应该算高了 好 先这样 先这样 好的 好的 就这样 等等 然后我们回血速度 应该会直接上来 一波这样上来 他应该是不会进攻啦 他不敢进攻啊 他进攻的话 嗯 他可能就不用玩了 哎 他的刚刚那个 维克特是被换掉 维克特被换掉 我们先把这张给 先把这张给 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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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点 3点 才3点 还好啦 这边还行啦 除非他这张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啊 逆命 他丢的是什么 蓝色卡牌 抽一张牌 OK 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 嗯 直接给他一个宝石哦 好 直接给他更起宝石 他这个血再回一下 这边给他一个压力哦 好 那这边其实我们已经算赢了啦 好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这边 哦 刚刚其实有一波操作 我真的是 唉 受不了 受不了 我那边的操作 真的是有点夸张啊 真是烂的可以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还好啦 还好啦 还好我们这场 这场有赢了 好不好 好 那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把 我们的失误怪罪 这个过年 好不好 因为最近过年真的是有点太 太 不知道该说什么 每次睡觉的时候那个外面啊 我们社区外面 就狂放放那个鞭炮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吵 根本根本真的睡不着 真的是睡不着 然后最近都没睡好这样 啊 这都是我的借口好不好 这都是我的借口 好 那 那这个系列呢 倘肯奇跟这个索拉卡 就做到这个地方啊 啊 大家有看到 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啦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联盟分数啊 真的是 打不上去啊 其实打不 我觉得如果用玩这套牌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只是存 应该是玩好玩的而已啊 如果你要认真打积分的话 可能你还是要选择 其他的牌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如果说 有些关键的牌你没有抽到的话 其实 是很难去应用的 应该说 如果说你的那个 假如你的 心犬啊 没有抽出来的话 然后 场上其他的四种单位 是 像是敌方有这个 像刚刚看到什么死亡射限 还是什么 就是那种 可以直接对我们的角色牌 进行攻击的那种法术牌 如果有那种东西的话 其实 其实我们一开始出这个章鱼啊 我们的章鱼的血量是不够 如果在前面要抢这个 呃 2点 2点或3点进攻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章鱼很容易被打下来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残除算命师 啊 那出牌的时候也是 会先扣自己一点伤害 其实是不太好去 打这个前面 三四回 应该三四回合 其实很容易被打打下来 在你出这个心犬之前 很容易就被打下来 就被翻盘这样子 对如果 但我觉得呃 这个抽牌几率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真的是 要看运气啦 如果你有心犬 然后没有索拉卡的话 或者是你有心犬 然后没有抽到这个 可以回补的这个法术牌的话 我觉得真的 很容易被翻盘啊 对 好啦那 我还是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这副牌 如果要打积分 嗯 可能大家可能还要再想一下 对大家还要还是要考虑一下 毕竟现在遇到这个新的卡牌啊 可能就是 攀升啊 遇到攀升这个一定 一定超难打 对如果没有抽到一些关键的牌的话 是完全不好打的 对 好啦 那今年 2022嘛 过年 祝大家 新年快乐 好不好 然后虎年嘛 虎年 有什么成语 呃 好像 虎虎生风嘛 对不对 我只知道这个成语 好不好 好 祝大家 今年过年都可以过 呃 可以拿到满满的大红包 好不好 满满的大红包 嗯 祝我们今年2022年 新年一年有新的希望 好不好 新的开始 好不好 祝大家学业进步 啊 什么事事都如意 好不好 哈哈 废话就到这边 好 今天影片到这里 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拜拜